單眼皮的女生 或者是說像雙眼皮的女生 她想要讓眼睛看起來比較有神 通常都會選擇像這種 就是比較咖啡色系的這種眼影 對 因為這種咖啡色 它就是可以有這種 調整眼型的這種效果 但是就是像今年很流行 像這種亮色的眼影 畫在這種眼皮上面 大家就會擔心會拋腫 對 所以其實像畫這種亮色的時候 會比較建議 還是可以先選擇這種深色的 然後我們可以先畫在眼尾的地方 因為剛剛我們有講到就是說 像那個彥婷她的眼型 她 眼睛打開 她其實是有一點點下垂的 對 其實我們在她這個下垂的地方 畫寬 然後你這個下垂的地方 它就會變得 會把它補起來 然後你眼睛再打開 它就會變成就是 比較不會那麼垂的感覺 像這樣子的話 它的這個眼型 它就會稍微有一點點調整這樣 有耶 很大耶 然後這邊 就是稍微幫它補一下 它那個空位 像這個眼尾的地方 我們幫它補起來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個中間的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用那個亮色的眼影 來幫它補起來 比如說像今年很流行這種就是 粉藍色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粉藍色 加在這個眼皮的地方 這樣子就不用擔心說 你的那個眼皮會有那個泡泡的感覺 就這樣稍微淡淡的一點 這比畫一般眼睛難對不對 就像雕刻師 其實它要刁筆 刁用 就是要稍微調整一下它的眼線 對 但是其實 你可以說是畫家 要營造出那種影子 就是立體度 就是國畫跟公筆畫之間的差別 對... 其實像這個單眼皮的女生 其實在畫眼影 不是只有畫在上眼皮 其實她比較注意的 就是畫在你的這個下眼皮的地方 我們一樣就是幫她選擇就是 像今年很流行這種就是 彩色的眼線 其實你在畫眼線 其實它眼線的產品有非常多種 像我們比較舊的觀念 可能就是會有這種就是眼線液 咖啡 黑色 這個是眼線液 對 眼線液的話 它畫起來就是 它的線條會比較 粒 然後比較粗硬 然後顏色比較飽和 然後像最近有出這種就是 不掉色的眼線筆 筆狀的話 它就是畫起來會比較 比較柔和一點比較紫 對 我看很多韓國妹 他們都畫紅的 綠的 是畫在下眼線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是要示範 現在最流行的彩色眼線 很敢 像剛剛新美姐有講到就是說 像現在韓國很流行 這種彩色的眼線 那我們剛剛上面幫他畫了 一點點的藍色 我們下面就幫他選擇這個就是 有一點綠色的這個眼線 不同顏色 對 就是 大膽的顏色 大膽 這是因為她23歲 所以可以這樣畫 弄個迷彩的 因為她年輕 她可以這樣畫 真的 因為其實像她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單眼皮的女生 畫眼影或者眼線 你一打開就看不見了 倒不如你就是把眼線 畫在下面 就是強調線條感在你的眼睛下面 這樣子你就是可以 整個妝的感覺就很有重點 有 有大 對 所以其實單眼皮的女生 你只要把重點 強調在你的下眼線 然後往後拉長 就是稍微的把你這個 因為像其實像單眼皮的女生 她的這個後面這邊 都會感覺好像會有一點暗暗的 對 其實你可以用一點點 你就覺得眼角特別暗 對 眼角 你就可以用遮瑕膏 有 他有 我知道 眼下眼角這個地方有一點暗的 你就用遮瑕膏稍微把它蓋起來 因為皮太長 是不是 鋪出來就要去掉 就是覺得那個角膠 就是特別的暗 對 就是看起來好像 有點像愛哭鬼的感覺 然後我們畫完眼線 我們可以稍微的 把它再疊一點點眼影 就可以避免它暈開 對 因為其實像很多人畫眼線 就會很容易暈開的話 你可以疊一點點的眼影 然後我們剛剛下面的這個眼線 把它畫完之後 我們剛剛上面的顏色是藍色 對 我們一樣再選擇一個 這種綠色的眼線液 這個是眼線液 再疊 對 再把它畫在那個 上眼影的地方 天啊 好繽紛喔 對啊 就這麼大眼睛 要搞這麼多東西在上面 對啊 很厲害 想不到 像我們在畫這種眼線液 就是最害怕就是說你畫起來 因為它的筆頭比較尖一點 對 你在畫的時候 可能會很容易會有那種就是 畫不均勻 會很發抖 你在畫的時候 你就是用 就是用這種就是筆尖的側面 這樣 用它的身體滑過去 用躺著 對 用躺著的 不要就是用尖端去畫 你用尖端畫它就很容易會 線條會抖抖抖 然後你就用身體這樣子 對 這樣 好 就這樣 很大 而且它沒有戴假睫毛 就沒有戴假睫毛 它連瞳孔都感覺變黑變大 因為其實像一般的台灣女生 在畫這種就是單眼皮化妝 都會刻意把它畫得很大 為什麼覺得她畫完有雙眼皮 而且好像變正了 所以其實像單眼皮 也可以畫這種亮色的眼影跟眼線 對 你如果說 那整個眼睛都是畫黑的 或者是咖啡的 就會很硬 很重 對 對不對 會很濃 對 會很像夜店妹的感覺 對 最流行的彩色眼線 眼睛不但變大了 還走在潮流尖端呢